抛球,挥球,接球 近日,在宁夏迎川市的一座天台上 台湾棒球教练林志勋正在指导学员 练习棒球中的基本动作 林志勋原是一名台湾职业棒球队员 退役后来到迎川从事健身行业 彼时,林志勋发现 在棒球领域,迎川还是一片未经开垦的土地 2021年底,林志勋开始在当地推广棒球 通过轻松快乐的教学理念 让更多人感受到这项运动的魅力 因为毕竟这个运动项目在这边之前没有人做 然后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第一次体验 所以我会比较偏向是娱乐性质的方式去带大家 主要是让大家用一个很快乐的心态去体验这个运动 然后从中能得到一些他们以往在其他运动 或其他娱乐方式得不到的一些快乐 或者是认识到一些不一样的朋友 棒球对于迎川人来说是一项新鲜的运动 林志勋平日里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些棒球的训练视频 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去体验 通过短视频自媒体这块来做宣传 对我来说效果是出乎我意料的好 可能当初我们只是想说分享一些我们日常训练的视频 但是没想到当我们发布这些视频跟文章的时候 其实蛮多人询问就是在这个地方竟然有人打棒球 在这个地方竟然可以尝试棒球 所以我们其实蛮多一起开始加入的小伙伴 都是因为我们在这些自媒体平台的发布 来影响到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一些棒球的活动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棒球 林志勋经常在周末举办各式各样的棒球比赛和活动 用交朋友的方式吸引更多的人了解棒球 那目前来说每次活动参与的人数都是逐步的往上升的 可能从最刚开始第一次20多个 然后到现在可能第一天把活动丢三五十个人开始去报名 所以这个效果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的好 在林志勋看来棒球等运动对于海峡两岸的交流 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运动员其实大家从事的都是同一个项目 当然我们现在推的是棒球 那其实以往两岸做的活动或者是相关性质的比赛是蛮多的 当然目前来说影川没有 但是在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 谈及未来 林志勋表示 希望影川体验感受棒球的人越来越多 能有更多的人热爱这项运动 同时他也计划在当地的校园中推广棒球 我们希望为学校打造一支专业的校队 那未来是能够代表宁夏出去参加全国性质的比赛